一道闪电批中黑暗中的金冠,进了黑狗血的麻绳,被雨水冲刷,棺材执啊作响,泛着红光,千鹤老道长意识到大事不好,一步两步跳上棺材顶,想将里面呼之欲出的僵尸镇住,可奈何僵尸已经成精,任平道长用更粗的麻绳捆绑,也无济于事,他们被棺材盖压倒在地,千鹤道长疼得大叫,可惜棺材里的僵尸,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一双脚已经露出, 里面的僵尸也跟着站了起来,旁边的道长见状,只好联合众人用捆尸锁,牵制僵尸,而千鹤也找准时机,对着僵尸腹部刺去,依旧无济于事,他难逃僵尸之口,而四个牵制僵尸的伙计,更是在僵尸的蛮力下被掀飞,僵尸嗅着人味,朝着帐篷外的侍卫咬去,两个侍卫吓得哇哇大叫,里面娘娘腔太监听到声响,探出头来查探,看见僵尸王爷目瞪口呆, 连忙带着皇族的七十一阿哥撤离,奈何僵尸优先攻击血亲,小阿哥对物商,亏得千鹤道长舍身相救,娘娘腔两人才得已逃脱,就在不久之前,这片荒凉的小郊外还是片乐土,尽管人烟稀少,但有一修大师跟四目道长,这对老冤家在,生活还不算无聊,而两个老顽童每天斗智斗勇, 争夺饭菜是家常便饭,明明年纪不小,饭却吃得满脸,两人的徒弟对此颇为无奈,而自从一修大师住下后,敲目于宋经声就从未断过,四目道长每天早上都会被声音,吵得捂着被子来回翻滚,终于他发生抗议,可一修大师却充耳不闻,变本加厉敲响波鱼,四目道长忍无可忍,坐起身, 他气冲冲拿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想去将一修和尚的房子买下,却不想,和尚早就将凡尘俗师抛之脑后,冒出一句 阿弥陀佛,贫僧打算在这敲经念佛,直到圆祭为止 四目道长异常烦恼,事事不顺,而他那好吃懒做的徒弟,显得碍眼,道长恨铁不成钢,拿徒弟撒气,驱动灵符,给所有僵尸地上长棍,一喊哎呀我来打,刹那间 完好的桃盆碎成了好几半,不料,聪明的徒弟早就将这一切窥探,装作睡觉 师父一棍子上去,他咬住牙齿不出声,这下可让师父更气了,他口中默念 接着,师父就遭到了,僵尸们的一顿毒打,还好这小徒弟有良心 即使捂住师父的嘴,引走僵尸,师父才得以安全,在人群中的僵尸病毒爆发了 可怜的千鹤道长最先发现,在一件刺死感染者后 挥刀自吻,旁边的千鹤道长只能默默看着,什么忙都帮不上 最后只能一把火,将尸地的尸体焚烧殆尽 记忆逐渐回到半天前,千鹤道长接受皇族指令,护送皇室遗体回京 恰巧路过千鹤道长家,糯米不够,逃把糯米,不想一休和尚随行 建议让棺材晒太阳吸收阳气,千鹤听从,因此闯下大祸 紧接着,夜晚暴雨倾盆,经棺材因为没有及时遮盖 沾上黑狗血墨汁的麻绳,开始滴水,眼见封印弱化 千鹤立即建议把棺材先放进去 可可恨的娘娘腔不分轻重,还慢吞吞等待七十一皇子进帐篷 才让棺材进入,刹那间,棺材亮起红光,电闪雷鸣击中棺木 僵尸从棺材中跳出袭击人们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娘娘腔太监带着七十一皇子 折返小木屋求助,四目心系千鹤的安危,前往营地 只能眼睁睁看着师弟自吻,随后一休和尚带领众人 却莫乱舞,超度千鹤,殊不知此刻,院子里已经狼声四起 几位已经死去多时的人变异,正在小木屋外鬼哭狼嚎 而照顾小阿哥的太监早就被咬,僵尸毒素发作 没忍住的他,哀嚎一嗓子,将更多的扮人扮尸引来 男徒弟被逼无奈,直接将他砸晕 而听到声响的扮尸,齐齐叫门抓烂,独留下一只扫尾僵尸 呈诡异的步伐在房间里跳,亏得小徒弟及时丢出物品,制造声响 那僵尸才被引走,他们才对以安全 而更大的危机已经降临,此时完全变异的娘娘枪 正朝着他与女徒弟偷袭,来了几个完美的错过 幸好男徒弟发现了他,而娘娘枪也大叫,引来更多僵尸 两拨人展开了极限拉扯,扮尸被女徒弟手中的大刀弄得不亦乐乎 可机灵的扮尸听到声响,依旧大批量地朝着他们围来 男徒弟见状,将小阿哥藏在房间里,自己与女徒弟伪装成扮尸 以身份险往外逃,不想,拉扯途中漏了线 幸好,师父及时赶到,挤出大刀,一刀一个,将一群小喽啰 全都收拾了,而冥完不灵的娘娘枪仍在暴走 一修大师架住他,四目拿着剑,任由他朝着自己剑上落 看见杀生一修大师,当即与四目翻脸 而气愤无比的四目,也只能拉着小徒弟,前往糯米钢炮蛇早驱邪 从外都没有见过这么凶悍的僵尸 黄服帖不管用,一修大师拿出乾坤网应对 乾坤网也被全部撕碎,被逼无奈的一修 只能丢出自己的万年射粒子,想要将僵尸进化 可没想到,射粒子遇到这玩意儿,依旧掉了满地 他们,只好双剑合臂,扼住僵尸双臂 一修大师更是飞来一脚,将僵尸踹趴,再一记泰山压顶 两人再次配合,四目趁机,将黑色射粒子嵌入僵尸的眼 失去光芒的僵尸,吓得撒腿就跑,两人接着去追 好在想起手上没武器,他们再次折返小木屋 四目见状,将家中祖传的宝剑给一修 一修感动不已,可瞅见四目的那只大的后,才觉得自己是草率了 随后,两人到木头队击下巡视,却一无所获 殊不知房间里的两个徒弟,为阻止僵尸进门 已经撒下粘性极强的麦芽糖,牵制僵尸进入 没想到下一秒,地板下劲传来一响 察觉不对劲的男徒弟,趴下身子查看 被猝不及防的一只手抓住身子 照顾小阿哥的女徒弟连忙起身 去帮助男徒弟伸出脚去踢僵尸的嘴 却被僵尸咬掉半只鞋 大惊失色的两人,转身就跑 忘记了地上有麦芽糖 糖将三人的鞋粘住 眼看着僵尸就要扑过来 男徒弟慌张,将小阿哥连根抱起 而失去退路的女徒弟 也扑到男徒弟身上 可终究离僵尸还是太近 好在下一秒,麦芽糖发挥了作用 僵尸被整个粘在地上 而房中的大门终于被打开 闻声赶来的师父出现 他们看着房间里僵尸 从麦芽糖中挣脱 不知道有麦芽糖的存在 信心满满要进去打僵尸 却被麦芽糖粘连在地上 不能动弹 四目道长当即选择拖鞋逃生 可鞋带多如麻的一羞 截着鞋带荒的一批 只能眼睁睁看着僵尸逼近 将他扑倒 为给师父帮忙的徒弟们 取男徒弟的洗澡水 恰好 两个师父带着僵尸破窗而入 徒弟们的糯米水浇上 僵尸痛苦尖叫 他对着徒弟一顿猛掐 下一秒 四目为救下徒弟拿着大号宝剑 披向僵尸的头 僵尸的头没破 反而四目的大宝剑四分五裂 而被挑衅的僵尸 更是抱着四目后背 一顿狂咬 其余人上来了 四目侥幸退下跑逃脱 没有其他办法的他只好请神 让自己的祖师爷上身 踏那间祖师爷附身 轻轻一拳就将僵尸击倒 再猛地一甩 二甩 眼看就要将僵尸击退 不想四目踩到碎茶壶 胸大鸡漏气全部消去 而见到大势已去的僵尸 栖身而上 没想到 一个扑空钻进大网 僵尸被网束缚 众人用力压住僵尸 受伤的男徒弟说自己 疼得五脏六腑都在颤动 这句话点醒了众人 大家齐齐将僵尸按住 往他嘴里 放条胃料放毒药 结果真的奏效 僵尸不堪重负 被生生炸死 大家终于安全 请不吝点赞订阅